adhere 下午 Hello 大家午安 大家下午好 歡迎收聽 《古海飛揚》 今天 2020年4月15號 哇 我就想 我常常講 我說 很多事情啊 如果我們都能夠 早就早就先知道先预期会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当真的发生的时候 你会发现没什么啊 早就做好准备啦 对不对 那然后你再去看看市场的反应 你就发现哇这些人 有些人很紧张 有些人想东想西的 有些人担心害怕的 但事实上你早就准备好 会发生这些事情的 记不记得 在清明年假前 清明年假前我就跟各位预告 我说你们要注意哦 清明年假回来之后 会有几件事情会发生 对不对 那第一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嘛 我说第一个 有可能会发生 让你看到通膨疑虑再起 好像又要通膨了 通膨好像压不下来 所以导致怎么 好像要升息不升息 好像不会升息 好像会延后升息等等等等 利空解读 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在上周陆续已经爆发了 已经开始反应了 有没有 好所以第一个 可能会发生的利空 在上周已经 验证了 然后呢 在清明年假前 我同时也跟你讲 还有什么事 除了通膨之外 已经发生了嘛 你也验证了 所以基本上发生之后 你不会紧张害怕 继续按照我们的步调 去做执行操作就好了 你早就实行 你早就做好准备动作 第二个呢 就是我 清明年假前跟你预告的 我说你要注意中东的一个战事 要提防它会扩大 提防它会扩大 那所以呢 果然你看到了嘛 伊朗爆富 来做一个飞弹 导弹的一个无人机的一个攻击 这个 以色列的一个特定的一个设施 那美股 应声中错 台股 雅股 今天都中错 来呼应这件事情 那原物料啦 所谓的一个 债市 股市 都出现了一个 大幅的一个变化了 那请问 清明年假前 不是都预告过了吗 那代表什么 你知道吗 你说代表叶子 你是神啊 不是啦 代表什么 代表其实 这些事情是 你早就可以知道的 就是说 它不会是突发的利空了啦 就是说你可以事前去评估 会发生这件事情 会发生那件事情 真正的可怕利空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事前去评估 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那一旦发生了 那那个利空 就可大可小咯 就真的是利空咯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我都先跟你说了 早在两个礼拜前 我就跟你预告 两个礼拜后 接下来清明年假 回来之后 你陆续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利空 一个一个发生了 印证了 那代表什么 其实这些利空 都是我们可以评估出来 会发生 可能会发生的 那代表什么 真的发生了 其实你不用想太多了 你懂吗 了解 如果真的是完全 我们没办法预期 会发生的事情 真的发生的 我还跟你讲 那就可怕了 那就担心了 你就要去注意了 但问题是 尽管是战事 有人会说战争 谁这样会不会发生 可是在 清明年假前 我确实跟你预告了 对不对 所以 大家可以预期到 会有这种可能性发生 然后 通膨的可能性发生 所以 一个一个都验证了 那请问你 从通膨 到 通膨的疑虑 到 这两天的 周末的一个 中东的战事 请问你是利空吗 我跟你讲 不是嘛 这不是利空了嘛 因为都 早就有人先知道了嘛 而且我也早就先跟你 讲了嘛 所以基本上就不是 突发性利空 既然不是突发性利空 请问 当市场 想清楚之后 冷却之后 想清楚之后 会怎么样 会发现 还是回头买股票才对啊 你懂吗 还是回头买股票才对啊 因为 他们发现 没事啊 没什么嘛 很多东西没有改变嘛 还是回头继续做多嘛 这样你了解 好 那既然还是回头继续做多 当市场稳定之后 还是回头要做多买股票的话 资金还是会回笼的话 我想请问你 会涨什么股票 你就把它找出来了吧 是不是 你就把它找出来嘛 而且要先找出来嘛 而且要先找出来 我一直强调 你没有先找出来 先做准备 先布局 你不会是赢家的啦 赢家不是每天在节目上 事后放马后炮的那种人啊 赢家不是每天尴尬的 大家说我是赢家 我是赢家 你看我今天跟你介绍这个涨停板的股票 我是赢家 可是你有没有先讲 你有没有先预告 都没有 你有没有先布局 也没有 那你一直说你是赢家 哦 你怕别人不知道你是赢家 那我知道了 其实你根本不是赢家 你懂吗 你只是 你只是在 一直要表达说 让大家 让大家 我要你觉得我是赢家 那你不是赢家 真正的赢家 不用告诉大家 我是赢家 对不对 什么叫赢家 很多事情你先讲 就好比大盘 你说未来会发生什么利空 七门年价钱 我先给你预告 那结果一一验证 真的发生了 对不对 这叫先预告 先讲 这代表你看得懂 你真的能够拿捏 整个局势变化 第二个 个股操作 什么股票进入转折 准备起涨 它背后什么故事 带有什么背景 关键资讯 我先预告 先讲 真的起涨了 喷出了拉涨 拉涨停 我再给你公开开牌 来做验证 这叫赢家 这懂了 好 来 既然如此 要先准备嘛 所以今天节目 我会跟你讲 你要先准备什么股票 可以买要买哦 我先割着 等一下再讲 那我们先讲的是 我先预告的股票 我先预告的股票 在四月初 四月初 我就给你预告 有一家公司 四月九号左右 我在节目中跟你讲什么 四月九号左右 我在节目中跟你讲什么 我说你去注意一档股票 来 注意重点来 已经加LINE的 现在在看影音解盘的 注意看 那你还没有加LINE的 如果你是广播的听众朋友 请你加我的官方的LINE 就是小老鼠的 你搜寻ID 小老鼠 at yaya168 at yaya168 你搜寻进来之后 点选影音 yt影音 点选yt影音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解盘画面 那为什么看画面 因为画面 我会提供给你数据资料 让你去看 接下来什么股票会涨 我让你看 光听声音 听不出所以然 看画面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什么股票未来会涨 我都先预告 有没有 来 这份资料 这份检疫财报 上面写什么 上面写 这家公司怎么样 题材 多重题材 急于一生 有没有 布局了多年 终将开花结果 我跟你预告过了 而且我不是预告一天两天 三天四天而已 我预告好几天 对不对 有近期有 进入四月之后 有听我节目 看我节目的 有没有 都有啦 你都知道啦 好 那来吧 我们今天就把它公开了 好不好 今天大盘中错 那我已经讲过了 很多事情啊 你不要一直觉得 大盘怎么样 股票就一定跟着它 一样同步走 其实有时候真的不是这样子 否则今天 你看今天大盘跌200点 也是有股票涨 也是有股票涨停 所以代表什么 只要你会选股 你懂选股 你会是赢家 懂吗 那你会选股 你懂选股 那你要在最佳的timing时机 先切入 先卡位 懂吗 要做先 先做动作 你才会是赢家 我刚开 这个标的 请注意看 来 我把它打开 来 你可能看不清楚画面啦 哪一档 单井 单井 代号3490的单井 单井 代号3490的单井 他的走势图在这里 这张画面你看一下 掌停板 今天一大早9点多 就9点零几分 就冲掌停 亮灯掌停锁 然后呢 底下的这些文字 是我今天针对单井 我发给我的 我的讯息内容 给我客户讯息内容 我现在念给你听 我现在念给你听 来 早安 恭喜掌停 3490单井 4月9号开始 我们提前卡位 他有多重题材 终将开发结果 今天世界局势动荡 动荡不安 他逆势跳空 直喷涨停表态 这就是选股的重要 也是买转折的关键 恭喜大家 谢谢您 这是我今天的 讯息内容 3490的单井 我已经讲过了 要当赢家 要做给大家看 不是上节目 耍嘴皮子 没有用 来 单井 来看画面 这是他的一个 K线 K线图 你自己看一下 我在一个节目中 给你预告 拿出这张 他的简易的财报的时候 给你预告这张字卡的时候 给你预告这张 补票进入转折区 可以注意 可以布局的时候 他的K线 他在这个位置 在这几天 在这几天 那你自己看 今天跳空 拉涨停 请问你今天 回头看我预告的位置 今天 回头看我预告的位置 我想请问你 是不是买在转折区 经过修正 修正 修正之后 开始预告 然后跳空 拉涨停 喷上来 请问 是不是预告 买转折 那你在这种位置 买股票的人 你说你会输钱吗 不会对不对 那代表什么 六个字 我常常讲的六个字 什么是六个字 买转折 一定赚 是不是 买转折 一定赚 这一份资料 是我们的研究报告 4月9号当天的研究报告 上面我就写了什么 拉你看 你可能看不清楚 没关系 我还念给你听 这是什么 3490丹井 4月9号当天 我们也针对他 做个说明 研究报告也写了他 写他什么呢 丹井 其实他是一个多重题材股 你知道吗 丹井他主要 他切入什么 切入半导体 切入半导体 封装的一个设备 半导体封装设备 然后呢 他又切入了 就是大家一直 大家一直以为 他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 设备厂 有没有 单纯以为他是一个 所谓的一个机器设备厂 但是事实上我说过 他不只是所谓的一个机器设备 他也同时是所谓半导体的一个封装的一个设备厂 切入了半导体设备 也包含LED 包含这个整流二极体 包含这个半导体封装 还有自动化设备 大家所熟知的是自动化设备 但他切入了LED 光合合器等等等等 所以他不单单是你们传统观念 他的一个自动化设备厂 其实他也是切入了 增加了这个半导体相关的一个封装模具 那就这样子吗 还没有完 他同时也布局多年 布局多时的太阳能电厂 太阳能电站 所以他是一个多重题材一预生 而且布局多年终将开花结果 这样懂了吗 3490单紧 3490单紧 我通通都是先预告 我通通都先预告 先邀请您一起来参与赚钱的行列 买转折的行列 对不对 你说老师如果可以买转折太好了 对 所以我邀请你先来买转折 那您来了吗 还在看节目的 当然还没来 那还在听广播的 你也还没来 因为你可能不了解 我们跟别人哪里不同 没有关系 这只是我跟你再公开验证一次 我就一直验证 我一直预告 一直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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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就看你什么时候 想要真心 真心下定决心 我要来买转折位置的股票 就这样子而已 好 再来 这档股票今天又创破团新高了 而且又逼近涨停 好强 哪一档 来 当时我说了 四年前我抓一次转折 涨八倍多 四年后 现在我告诉各位 我又再买一次了 因为它又进入转折了 又可以做一个 操作的一个机会又来了 有没有 后来公开了 是谁 是2009的第一桶 2009第一桶 每个人都在讲AI好 AI棒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 2009第一桶 你认同吗 你当然不会认同啊 你会反问我老师 人家做的AI 你在那边第一桶 好奇怪 你到底知道主流在哪里吗 你知道什么是主流吗 当然是要做AI啊 老师 我知道啦 可是 请问一下 第一桶有没有标 那为什么标 后来有没有跟你说 因为绿能转型带动需求量 然后供应缺口 然后外资提出报告 跟你说 因为AI 因为AI 所以电力需求暴增 因此 同价 同需求会大增 这样你懂了吗 什么叫AI 如果你们只懂得伺服器 如果你们只懂得什么 什么广 什么广达 伪创 你懂得什么叫AI 叫散热 你只懂散热伺服器 你只懂这种AI 我跟你说 你根本不懂AI AI没有这么 你不要把一个AI 把它局限就这么小 那你怎么赚钱 因为你不懂AI 所以呢 你一直在追逐 那个大家在讲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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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问题是 AI AI这道门打开之后 就发现 哇太广泛了 你懂吗 那就是你要去看了 这么广 这么大 这么广大的一个AI 那请问你 现在换谁掌 明天换谁掌 下周换谁有机会 你要找到 提前卡位布局 所以我在讲第一桶的时候 我邀请客户买的时候 还有客户直接回问 回我 回应我 为什么买第一桶 对不对 为什么买第一桶 我就跟他说 为什么 为什么 你懂吗 今天早上第一桶 又早上又一大早 逼近掌停 再创波段新高 然后你看 我在这个箭头这里 跟你预告的 邀请你来 请问他是不是一个 修正好长期之后的 转折区 转折位置 我跟你预告 然后就向上推 向上推 越走越强 越走越强 喷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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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从我三月中 三月中跟你讲 第一桶 进入转折区 你来买 到现在四月中 刚好一个月的时间 第一桶 给你赚81.6%了 第一桶 到今天 你赚81.6% 一个月 你一百万 一个月前买了第一桶 一个月后 现在 你赚八十几万 然后你看一下指数 你放心吗 你看一下那些 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AI 如果你有买的话 你开心吗 不要跟大家一窝蜂 臭热闹 做股票 不要臭热闹 也不要 敢流行的感觉 好像我没有做 大家在做的那个标的族群 我就没有跟上流行 各位 这不是一个流行的市场 这不是 这不是 这不是一个很fashion的一个市场 这不是讲 不是讲谁比较fashion的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投资 谁比较专业的市场 也不是我常常讲的 这不是逛夜市 哪里热门 我去哪里看热闹 不是 我们来赚钱的 你既然要当赢家 你要有独到的一个 逻辑 你看待什么 什么一个产业 什么一个趋势 你有独到的一个规划 策略 然后去 然后再进而 你又能够比别人强在哪里 你的know how是什么 我能够判读 这档股票 它是否进入转折区 那个时机 timing 我们赢又赢在这里 所以你我或许 同样看中一家企业 可是我买的时机 绝对比你棒 绝对 然后我说另外一档股票 我说我这边不公开 但是我说了 你赶快报名 我会私底下 专人通知买进 对不对 这也是我节目中 因为预告这件事情 然后上周我提前公开了 今天我再继续再讲 中光店 上周我就公开了 专人通知 中光店 今天早上又逼近涨停 中光店 有没有 你看中光店 强不强 强不强 你自己看画面 你自己看图表 强不强 专人通知 所以一档股票 我怎么规划 我怎么带你做 我节目中 我通通都讲 所以我几乎是全部公开给你 给你知道 就看你要不要选择来下定决心 要不要跟着我们买转折 更不要讲所罗门这档股票了 现在没有人不认识所罗门了 可是我在讲的时候 我拿出他的简易财报的时候 我给你预告的时候 你要买吗 你根本没兴趣 我说他怎么样 二月营收年增 年增月增 背后有故事 你要买吗 这一波拉了11根涨停的所罗门 11根涨停 然后短短一个月 短短一个月 所罗门 我们大赚205% 我在这里跟你讲的 画面中你自己看 这个箭头的位置 三十几块的所罗门 现在标到多少 100多 205% 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严格来讲 不到一个月 我让你赚205% 2359 所罗门 那现在呢 现在呢 现在如果你真的有心要赚钱 就请你好好的注意听了啦 你过去其实或许都有注意听啦 但是你有太多你自己的想法 所以你一错过 再错过 错过一次 再错过一次 错过两次 再错过第三次 但是我就一直公开 一直公开验证 公开验证 公开验证 对不对 当然你今天还可以选择继续错过 那我讲了 你可能会说老师 可是可不可以先帮个忙 我今天如果报名跟你操作 我认同你 可是可不可以会费给我优惠折扣 我之前亏损 我之前亏钱等等的 还有或许我现在加入老师 某个老师的 我跟着他操作 还没到会期 可是我不想跟他做 怎么怎么如何如何的 你有什么问题 就是今天了啦 电话拨通 你就是电话拨通 跟线上服务人员讲 然后呢 我们会给你一个 特别的 专案处理 特案处理方式 只要你有什么疑难杂症困难 或者是你觉得对会费会及 你希望怎么样 我们用特案处理 为什么我今天愿意接受 所有来电的 我都给你特案处理 因为我要你来买股票 我希望你真的能够加入我们 所以我不会说 我一定要要求 我们这么厉害 我们这些股票 我为什么要给你折扣 我不坚持 我给你特案处理 我要你们都来买到 来帮我证明 我讲的是真的 我讲这些股票 我们真的有带客户操作 今天把电话拨通 这家公司 我今天来给你提醒 这档股票 它的细节我不能讲太明 但是我说它摆脱亏损 再创高峰 八个字 这家公司就是摆脱亏损 再创高峰 背后原因是什么 我不能讲 讲出来可能 我怕太明显 但是我讲了 摆脱亏损 再创高峰 要做就做这一种 要有机会喷 爆发的股票 OK 要买这场标的的 请你直接拨电话 好 我们今天通通都特案处理 我们明天再回到节目现场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